一段时间以来,日方反复炒作中国威胁,不断放风发展导弹计划和所谓的反击能力,是在为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制造借口,背后包藏着突破和平宪法束缚,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。 这向世界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,即日本企图颠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,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。 作为对亚洲邻国负有深重历史罪责的国家,日方应当认真反省自身的侵略历史,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,立即停止渲染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,为自身强军阔武寻找借口的错误作法。